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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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之所以會西行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或者說有他的動機跟目的 這個動機跟目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企圖 所以希望能夠去做什麼 既然要了解玄奘 我們當然就要對於 玄奘當時的西行的動機跟目的 要有所了解 我們從這個慈恩傳裡面 或者是說 從玄奘的地址 魁姬大師的這些住宿裡面 提到的情況就是說 其實當時在中國 因為那個時候是從魏晉南北朝 然後水朝末年 天下已經是混亂的局勢了 然後到後來唐朝 唐朝還沒有穩定下來 但是社會情況如此呢 佛法也是出現了問題 為什麼玄奘能夠看到這些的佛法上面的問題呢 我們都知道說 玄奘呢 他是出生在洛陽 在洛陽的東部的溝縣 那當時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十三歲吧 十三歲就剛好碰到正善國 要出家 那正式出家了這樣 但是之前其實 之前玄奘已經在 寺院裡面跟著他的哥哥 在寺院裡面就有跟著在 這個聽聞佛法 所以我們從玄奘在西行之前 他在這個從洛陽到長安 然後從長安呢 就到益州 益州就是現在的成都 然後從益州呢 又到了荊州 荊州就大概是現在的湖北 然後到揚州 那之後呢 又到這個象州 是這個現在的河南省 那又到這個 趙州呢 是在河北 最後呢 又回到長安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過程當中 是經過了好幾年 那這些的過程 玄奘是做什麼 就是到處在 在參訪各地的這些當時的這些的佛教的這些的法師們 那聽聞他們演說的法藝 同時呢 也可以跟他們去談論 了解 所以對當時這個佛法在中國呢 就是當時的中國 所呈現的狀況跟出現的問題 其實玄奘是很清楚的 那 接下來 是不是就由郭老師 來跟大家做說明 就是 學長 他 學長大師 他本身呢 對於 學問非常非常的 有興趣 因為呢 一方面 他素食的種子 不斷的留住 所以他對於經論呢 實際上是很快就可以了解 這個在傳記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不論是整個毅理上 戒律上也是 所以呢 他了解的程度是非常驚人 那我們從當初這個佛法的困局來說 那到他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力量 在於說那時候經論不夠多 而且禪宗呢 這個教會別傳了 還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呢 廣傳的地步 主要是呢 教內的經典呢 不夠於支撐 因為當初呢 普提達摩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就說啦 我要印心的話 就是印證這個心 那就只有四卷的人且經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這其中也牽涉到說 雖然那時候 神秘解脫境移過來 等等 不 之後移過來 對不起 這有點忘記 就是說 到玄奏那時候呢 許多對於偉事的經典 並沒有那麼深刻 尤其社大孫人是後來才過來的 這整個流傳上呢 教裡呢 開始有一些分歧 就是說到底呢 清真要證什麼 應該要證心 不是證一個物 然後金剛經講實相 那就應該證實相心 可是實相心是什麼呢 你要證阿拉耶事 還是要證魯來仗 還是要證真魯 證第九世 有時候眾說紛紛 這種情況下呢 雖然呢 大師他是有自己心得決定 可是呢 如果沒有更正確的經典 更多的經論 到了中國 他就有點沒有辦法來說服大眾 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 那另外一個是 大家對於大玻璃環境眼前佛性 是不太懂這意思的 那時候解釋的人就是講著 這叫成佛之性 但是實際上呢 從呢 一位聖位菩薩來說呢 應該說 一位聖位大師來說 尤其他要趕快能夠 恢復這正量的話 這是有點差異的 那即使這樣 成佛之性呢 也有呢 論意上的不同 那有人說 現在還是未來 才會具備這成佛之性 也就是說 這些呢 在今日 如果深入這個 生命實相 生命實相教育 應該是 可以迎刃而解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呢 那時候 產生了很重大的這個爭論 後來呢 就只好 因為這爭論太久了 後來就只好 隔止 因為呢 各個說法 似乎都有道理 所以在那局面下呢 實際上你很難呢 去呢 讓這教外別傳可以廣傳 那另外一點呢 是 如何呢 從政務到陸地 那對一般人說 那應該怎麼樣政務 既然的話 這教外別傳這麼說 那你有沒有教理上的支持 或你很詳細告訴我們怎麼做 那因此 在這種情況下呢 最好的方式就 回到 佛法的根本論 就是說 做這個生命實相教育的一個呢 一個解釋 那這個根本論就是 與其實際論 實際上呢 玄上大師喔 他從年少的時候 就已經有感覺到這個不足啦 然後呢 可是他還是需要經過一個歷練 比如說中國的規定 應該說佛法規定 你要受巨竹界 成為葉比丘 必須要連滿二十歲 不是算中國的虛歲 在這種情況下呢 必須要呢 你等於是幾乎要到二十一歲 二十歲多啦 那因此還要包括人生歷練種種 然後你要有一點聲望 再出去 某一個程度上呢 這是我個人覺得 所以後來那一點呢 他甚至被推舉為寺院的住持 這樣 就是說他可以當住持了 可是呢 大師他不要 因為呢 他呢 希望的就是西行 把這教理上呢 做一個重大的澄清 所以這樣可以呢 讓中國可以接續 這個呢 佛法的法脈 可以把生命教育 推展到一個極致 好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郭老師提的 其實在慈恩傳裡面 都有寫 就是玄奘呢 其實都有 透過他的地址呢 把這些當時情況呢 在慈恩傳裡面都有寫下來 比如說 這個 裡面提到呢 說 這個 當時 玄奘大師呢 他就是 到各地呢 去 去片訪這些的 各地的民師 那麼 去 聽聞 並且能夠 把他們所說的呢 加以消化 可是呢 去聽聞這些大師的說法 去消化這些大師的 所說的這些義理之後呢 可以發覺說 所說呢 這個慈恩傳的用語叫做 驗之盛典 亦淫顯有益 莫之世仇 就是各家所說的呢 各說各的 無所世仇 那 其中當然是 最重要的就是 裡面這個 真諦法師啊 他做的這個 決定葬論裡面 他做決定葬論 那表示說 他向人家 表示說 我這個是依據 於邪師第論 也就是十七第論 所寫的 那裡面呢 提到 這個 安摩羅氏 真諦呢 雖然沒有說 這是第九四 可是 隱含的意思呢 就告訴人家說 除了八四之外 還有第九四 但是 玄奘大師呢 依他 對這個 佛法的理解 他認為 這個是有問題的 說第九四 這個是有問題 那沒有 於邪師第論的這個論本 來做 比對 怎麼樣去 反駁真諦呢 所以這個是 讓玄奘 決定西行的 一個 最開始的原因 就是他覺得 一定要去取得 這個 於邪師第論 那另外還有就是 剛剛 郭老師也提到 有關這個 佛信到底是 未來 成佛以後 才常住 還是說是 未成佛之前 現在 就已經常住的 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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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慈恩傳裡面 也是這麼講 他說 遠來 遠人來意啊 音訊不同 就是這些 從 這個西域遠方來翻譯的人呢 因為 每一個人 所 這個了解的 這個 這個 范語的這個音啊 跟對 怎麼樣去 去解釋呢 有所不同 因此呢 就 變成是 有所謠而 那 當時 就會造成 一位之子 說 雙靈一位之子 雙靈就是 最後 佛陀在 這個 雙靈樹 雙靈樹下 玻尼盤嘛 就是佛陀的最後這個意志呢 剛才最有講的 是講 大波尼盤金 那 怎麼會分成 當憲二常呢 玄藏說 大盛不二之中呢 稀為南北兩道 紛紜正論 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啊 莫有降局 就當時在中國呢 是沒有人能夠去 去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所以 變成是說 得要去取得 這些 經論啊 取得這些經典 然後 才能夠做正確的 去判斷它 那這個就是 玄奘當時 西行耶 在當時的中國 佛法就存在的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沒辦法解決 變成是說 學人就是 好像是無頭蒼蠅啊 不知道應該是 怎麼樣子去 取捨這個 修學之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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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